字幕志愿者 靖雅 字幕志愿者 博士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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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博士愿者 博士愿者 字幕志愿者 博士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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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博士愿者 博士愿者 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GSU愿者 博士愿者 和大家来到Rugby 在一个近住Birmington的美妻区 看一座新楼盘是Albo Place 发展商是Barrage Holmes 我們去看show home之前 都了解周邊環境和size plan 我們現在就到了rugby的市中心 這個中樓可以說是地標 一直向前走就是市中心最旺的位置 我們來到市中心的另一邊 前面這麼漂亮的建築就是rugby school 門口也算是氣派 如果找過英國的私校 或者boarding school的家長 應該都聽過這間學校 英國A級成績排名是59 學費都不便宜 一個term如果是住宿的話 14k一個term 如果是day school的話 都差不多9000磅一個term 你可能會問 收這麼貴的學費 這個學校肯定我答帥 沒錯 他真的很答帥 這間學校在rugby裡 都擁有很多的建築 我們現在就到了市中心的high street 那條街 這邊比較多食肆 那講回這個town 都有7萬8千人口 其實都不算小的 人口比例上 84%是白人 77%是英國出生 另外12.5%是歐盟出生 所以英國加上歐盟都有差不多九成的人 我們現在就晚上7點多 所以大部分店鋪都關掉了 那我們現在去市中心的另一邊 跟大家看一下不同的街景 那其實rugby這個地方 距離倫敦呢 一個小時不用的火車 就可以到了倫敦的尤斯頓車站 那最近去conventry的話 就10分鐘火車可以到 去比明肯的話大概36分鐘可以到 去Milton Kings的話 都是26分鐘可以到 rugby的飯場率是70 那是中部來計極少數 是比英國平均數值好的town 那看完這個town之後 都跟大家開車 去看一下rugby 甚至乎周邊地區一個 對英國來計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它的物流業 這就是我們現在旁邊的 那就是一個 叫做Eddy Stobart 那是一間公司的 一個site 那裡面都拍了 應該都幾十架的貨櫃車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的物流業 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呢 大家看看地圖 那這裡可以說是整個英國 中國最多人口的最中心的位置 那還有呢 那旁邊有幾條的好主意公路 那就是M1啦 M6啦 M45啦 M69啦 那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也都有一條的貨櫃的鐵路呢 是橫跨了rugby的 那可以說是由倫敦 穿過rugby 那可以上去Liverpool啊 上去曼城啊 再上到去Glasgow那邊 那我們前面見到的廠房呢 那可以說這個rugby附近啦 其實開車過來的話 都是十分鐘左右啦 那就到了一個很主要的 一個貨櫃的貨運站 叫做drift啦 Darventry International Rail Flight Terminal 那是一個Darventry的國際鐵路貨運站 那裡面呢有很多的 大的公司啦 的物流的廠房 那都在這裡啦 那包括了NHS啦 Roymel啊 Tesco啊 Saint-Brice啊 DHL啊 那這個的貨運站呢 那其實佔地都有740公頃 那是什麼size呢 那等於應該是超過 香港15個維園那麼大啦 那在我們旁邊呢 那就是一個Roymel其中一個site啦 那那只是見到它的那些數字 那個的loading bay的數字 都去到280幾 就是差不多我估計 可能就接近300個的上落貨的位 那全部都是貨櫃車的位啦 剛剛才剛好提過啦 這個鐵路的貨運站啦 那其實在這個位旁邊呢 那就是一個鐵路的站 那就是可以上落貨的站啦 那這裡除了是近那麼多公路之外呢 那其實距離 英國兩個最大的 航空貨運站呢 那第一個就是HESOL啦 那第一個就是HESOL啦 起司路大家都認識的啦 那另一個呢就是 近住諾tingham的 諾tingham的一個機場 那叫做Esmillance Airports啦 我們通常簡稱都叫它Emma 而Emma 那Emma這個機場呢 那其實距離 英國九成的人口 那都是 4個小時的車程就到了 那所以都是一個非常之中心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位置對我自己個人來說呢 都有相當的感情在這裡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 那幾年前啦 都可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事啦 那其實我 以前都每個星期呢 過來這個位置呢 開一兩次會的每個星期 那很有趣的 就是當時呢 過來開會的時候呢 那個的Sales Director 那經常都在那裡 那經常都在那裡 那經常都遇不到target啦 那為什麼呢 因為請不到人 不單止是我們當時公司請不到人 還要是我們的客人呢 在附近的開一些貨倉的客人呢 都請不到人 那為什麼請不到人呢 那因為呢 那這裡太多的貨倉 實在是 那而也都不夠那麼多的人口 去支持那麼多的貨倉的營運 那所以呢 那經常都說請不到人 那這個都是 接近十年前的事啦 那但是呢 相信現在呢 那個的 那個人口 那個 勞動人口短缺 應該都不會 真的有太大的變化 那我們再看一看 更加網上請人的狀況啦 那其實呢 都很多大公司請人的 那雖然那個 的 vacancy 看下去呢 就不是真的好像很多 那百多個 那但是其實呢 每一個的廣告呢 分中可能是請幾十人上 甚至乎是過百人 因為這些很多大大公司來的 那其實 除了剛才提過的公司之外呢 那 那 在這個的貨運站 遠少少啦 譬如去到 Darventry啊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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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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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rugby附近都有3個廠房 最近15分鐘的車程就到 所以在這裏如果大家不介意做物流工作的話 其實是絕對不怕沒事做 物流行業不單是做粗重事 其實裏面都有很多其他功能 例如做HR 做finance 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說我不是做物流的 我可不可以在這裏找到工作呢 其實也不需要擔心因為有很多其他的support function 我們現在認識了rugby之後 我們就回到樓盤裏 看一下size plan和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正正在這裏 這是sales office來的 總共這個development有218個單位 這個中間大部分這個地方 在第一期 phase 1 第二期會在這個位 就是上面這幅圖 現在是開始放售的 賣完這邊之後 到最後就第三期 第一期現在只剩下兩個單位 只剩下這個213和215 我們今次就先看一個 示範單位屋形叫做omath 是一個4房獨立屋 尺數是1569呎 看一下外表先 都是傳統的紅磚的設計 前縣都頗大的 再看一下房屋的另一邊 前面是sales office 但是將會改建做車房 Drivery都頗大的 進來的 進來的時候 懸罐位這個位置OK的 不是窄的 不過呢 來到這個位置 你就要 靠左一點點 才進到一條走廊 去到前面的廚房 還有這邊呢 很有趣的 那它是有個 前面有個study 還有一個dining room 在我們的 右手邊呢 有個廳 我們先看看廳 那廳是19呎2 乘回11呎7 可以的 有兩邊窗 那這邊的窗都大的 那還有呢 我都喜歡它上面 那兩隻窗是可以完全開到的 那來到這一邊呢 就有個part 2 duo 還有 也有兩隻 都不算小的窗 因為很多時候呢 它這一種的窗都是開得很小 那這個呢 都開到一半 這個位 那不算小的 可以的 那這個tank 就放了兩張的梳人梳化 還有兩張的armchair 一個大電視 中間的茶几 那如果四房單位來計 那你預計可能住五個人 那其實都ok的 不錯的 那這個樓底就不算高 樓底大概是兩米三 那這裡就是對著 那就出面那條入口的那條路 那因為這間有多少L字形 所以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廚房的門 我們稍後過去那邊看看 然後在對面這個位置是有一個Storage 就是Wi-Fi的位置 還有電錶的箱都是這個位置 進口這裡也是有一個Radata 然後我們就看看這個Dining Room Dining Room是有兩邊窗的 是11呎1乘9呎6 那椅子我覺得是偏小一點 所以他現在就放一張白人桌子 我覺得慢慢的都OK的 尤其是在後面不放這個桌子的話 其實應該白人桌子是剛剛好的 我喜歡這個Dining Room是有兩邊窗 上面的窗是可以完全開到 然後這邊的窗都不是小 很多時候這邊的窗都是比較小的 這個窗就算是大的 然後在他的隔壁呢 那就是一間書房 在研究室 那這個尺數是6呎6乘9呎6的 好不可以做到一間單人房呢 我覺得就問了少少 應該剛剛好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在前面 那這邊呢 就是因為他放了一個Radiator 在那裡 那所以呢 如果要放一個櫃的話 應該都比較慢一點 所以做單人房的話 就 未必可以 不放櫃的話都OK的 或者放一個很小的櫃 一個很窄的櫃 都OK的 然後在他的對面呢 就是 樓下的廁所 那這個尺寸 我覺得 不算是太小 他是偏小的 但是我會寧願樓下的廁所 不要太大 因為太大的話就好壓定 那是把樓梯底這個位置 就收起來了 那這個我覺得不錯 然後呢 就到了這個 Kitchen 和Breadfast的位置 那是13尺6 乘回16尺6 那這個位置是有三邊窗 那這個 這方面我就很喜歡的 尤其是如果是煮食大陣味的話 開了所有窗 一會就散了 那再加上這裡的門 那基本上 那這裡煮些什麼 那其實都完全沒有問題 不需要擔心 煮些東西吃是大陣味 然後整間屋都臭了 不會 那看看這邊先 那這邊呢 可以開到 旁邊呢 應該可以開到兩隻窗 這邊一隻 那這邊呢 沒錯 到另一隻 那還有開了門 那對面呢 那就是剛才那個廳 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了 那有個Sight Access 可以去回那個車房 那前面呢 那是有個PARTYOW的位置 好像他那樣 擺一張桌在外面 那走出去 去坐一下 吃一下東西 那都不錯 那他就跟了兩個的焗爐 好 那再看一下那些櫃 那有五個火鍵 爐頭的 那還有那個七號煙機 七號煙機就稍微小了一點 因為通常呢 如果你有個五個火鍵頭的話 通常那個七號煙機 都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就偏小一點 那這一款呢 應該都是Soundstone來的 那他呢 應該要鋪回一個 防水的那個墊會好些 那這些呢 通常都會加回一個 那那個水碗碟碟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再放在那邊的櫃 那都去得深的 是的 都用盡些位置 還有呢 那他有個的 Wine Cooler 那這個雪櫃呢 那就是這裡 雪櫃呢 那雪櫃呢 不可以叫做 即是升到很高 只是升了少少 那以雪櫃來計的話 這個算是升得少的了 那我們看新樓來計 但是呢 那隔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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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房子呢 就不大的 那但是呢 麻雀衰少 五臟俱全 那有 洗衣機 的位置 那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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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可以放到一個洗衣機 洗衣機 連乾衣機 如果一個雪櫃不夠 其實這個位置也可以放到一個雪櫃 不放椅子的話放在這裡 我覺得也不錯的 因為廚房不是很大 但是就算你分了兩個雪櫃的話 一邊煮東西吃一邊過來拿東西 其實都是在說兩步路就到了 我覺得OK 這個不錯 沒錯 我們看完這個 樓下就上樓上看看 這個單位是四間房 所以都有一條稍為長一點的走廊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無論如何都要找些位置來做走廊位 我們現在先在右邊開始看 這個是bedroom 4 是11呎9呎9呎2 一間雙人房 這隻窗呢 比例上的話 不算算很大 但都OK 都可以看到遠一點的景 再看回樓下那個花園 那它是有位置放一個入場的大衣櫃 那在它旁邊呢 就一個的Storage 啦 那現在就 都是用了整個位置放一個Cylinder 一個熱水缸 那如果上面剩下一個架呢 放一些毛巾那都幾好 接著它的隔離呢 就是Master Bedroom Bedroom 1 這個Size 是13呎1277的 那它理論上呢 是單邊窗 因為在浴室這個位置其實是窗的 不過呢 如果你要打開門才會有兩邊窗 如果打開門的話 兩邊窗也會斜方的 那已經是有個的入場的衣櫃啦 那也是夠位置放一張的梳裝桌 那那個窗的話呢 那是一大一小啦 那小這邊都可以開到的 然後這邊呢 有隻大的窗 那是可以開到大半啦 那如果好像它這樣 那就 下面呢 不是 下面都可以開到的 不是 可以整隻開到的 應該都幾好呢 這個我都幾喜歡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看這個 這個的 on switch啦 那有個 浪魔經解 都夠大的 因為它 比較闊一點的關係啦 一個雙方的話 都是兩個人用的 都夠用的 那有隻窗可以開到的 窗台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那這邊呢 這邊呢 是做了半磚 那有個的抽氣線在這個位置 那那個 shower的位置呢 都夠大的 都是正常這種的size啦 那在它旁邊呢 其實有 一個的storage的 那所以如果這個位置呢 那 只剩下一兩支的 打橫的鐵通啦 那就可以 掛衣服啦 那就可以每人一個衣櫃啦 那它的隔離呢 那就是一個family bathroom 那就是一個 正常大的shower 再加上這個buff tub啦 那有窗的 那這隻窗是可以開到的 那這邊呢 如果弄回一個鏡櫃啦 那就會好用很多啦 始終不是叫做很多位置可以製的 那現在已經是全鑽的啦 那現在已經是全鑽的啦 那樓上呢 都是大概兩米三的 高度 接著在它旁邊呢 這個就是batchroom 3啦 batchroom 3的size是9尺7乘11尺7 那這隻窗都很大一下的 比例上來算 那加上它這邊呢 弄了 這個 鏡櫃啦 那令到整間房都光亮很多啦 那這邊的窗也是好像剛剛一樣的 可以上下都可以開到的 開到上面啦 又或者呢 整隻打開了啦 那之後呢 就到這間batchroom 2啦 那batchroom 2的size呢 batchroom 2的size呢 是1876乘9尺7的 那有三隻窗 這邊一隻啦 那前面有兩隻大的 那因為它都幾大的 房間其實 其實是比這個batchroom 1更大啦 只不過它是沒有一個 on suite的 廁所洗澡房而已 一個大的入場櫃啦 那這邊呢 就有兩隻大的窗啦 所以這間房子其實幾舒服的 我個人來計算是喜歡這間房多過 batchroom 1啦 但是batchroom 1有個廁所就不同啦 但是它進來的時候啦 好像它放上椅子那樣 就是 不會很逼劫啦 我覺得這個幾好 好啦 那我們就看完了這一個的示範單位啦 OMWARF的話 以四房來計 1500呎 那它用的位置都ok的 對了 還有一間的Storage 未來看 那就是樓梯上面的Storage啦 那就是樓梯上面的Storage啦 那它空間來計算都用得幾好的 那還有它已經在樓下有一間的Study啦 那變成樓上的房子 那真的可以全部來做做房子啦 不過如果全部用來做房子的話 那有三間房子呢 就會share這個 farm的Bathroom啦 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廁所 好啦 看完了入面之後呢 看看外面的環境啦 剛剛就看完了這個示範單位啦 看看屋外的環境啦 那條路都相當之闊的 以巴拉斯的樓來計算的話 我估計應該是見過最闊的街 因為通常都比較窄少少 通常都是比David Wilson Home窄少少 但其實這個屋苑都相當之闊 有另外其他的示範單位 我們將會和大家介紹的 講回這裏的校網 除了剛才提過的那間私校之外 其實都有兩間Grammar School 兩間文化學校 一間是男校一間女校 除此之外 也有Grid和Outstanding State School 中學和小學 各自除了一間學校之外 全部都是Grid或者Outstanding 我們就來到樓盤的另一個位置 剛才的Sales Office 正正是看到前面有車走那裏 去到這裏 其實我都喜歡樓盤有很多陸化的空間 還有樓與樓之間距離都不錯 我們現在就走去建樓那邊看看 大家見到有老人帶著狗走那裏 其實他剛穿過出來這條路可以去到市中心的 那就是中間這條路 那這邊就是在建樓的範圍 那就是第一期的尾 還有呢 還有欄杆爛住了 去不到 那就是去到第二期和第三期那邊 那去超市賣的方面呢 那在這個樓盤隔離呢 駕車大概2分鐘就可以去到Sainsbury's 那一間大的Sainsbury's 那如果去Odi 這裏或者Tesco Superstore 那駕車都是10分鐘之內可以去到啦 那好啦那今次介紹這個樓盤到這裏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度租樓賣樓裝修 甚至乎賣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